我们这边的话呢 来介绍的是 维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二个部分 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计算是非常有帮助 那么我们从这里讲起 我们前面的话呢 第一部分的面积函数 我们曾经提到的是 它是由A出发到T 然后的话呢函数是小F 这叫做面积函数 那么我们证明了一件事 证明了什么呢 我们证明的是 A'T会变成FT 就是面积函数的维分 就叫做小F 它会变成了它的原函数 好那现在的话呢 假设我们就这么说了 假设有另外一个大F的函数 假设大F的话呢 维分是小F 也就是说大F是它小F的反维分 那么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A的维分是F F的维分也是F 所以这两个中间应该是差一个数字 叫做C 我们差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直接写了 怎么写呢 我们写A A'X 好这个地方是T还是X都不重要 它都是就是DOMIE VARIABLE 所谓的亚变数 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假设 它是F A'X加上C 那么怎么看呢 来各位同学请看 现在我们来考虑的是什么呢 来假设我们令 X是等于A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哦 假设X的话呢 是等于A 那么就是代表的是 这个替代A的这个数字 A到A之间 各位同学 有没有夹出面积 它是没有的 如果令X等于A的话呢 那么会怎么样 0是等于F A 加上C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这样的结论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得到什么呢 C是什么 C其实就是我们一向过去 等于就是负的FA 那么维基分基本定理第二部分 就几乎就已经快要得出来了 来我们开始来写了 这个AX 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AT 是一样的啊 AT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这么说了啊 T是等于A G到T F X D X 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可以把它写成了 F 这边的话呢 一律改成T 那这边就是F T 再减掉 啊 这个是加上C 加上C 就是减掉F A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证明了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不要看前面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 这个算是 如果各位同学还是看的不习惯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们把它写成各位同学看的最习惯的写法 一个积分 由AG到B 小F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相当于就是 大F 就是它的反围分 然后的话呢 画一条线 这边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改成B 这边改成A 于是等于什么呢 把B带进去 减掉FA 这就是我们的定积分的算法 也是微积分基本定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算式 以后我们看到了A到B之间的计算 我们的话就直接把它的不定积分找出来 它的反围分找出来以后 把上线带进去 减掉下线带进去 就是这样计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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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